热透彩的中奖机率统计这一题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的话 请各位再开启这个数学函数这一题 就我们刚刚有讲到的这一题 SAM跟SAMIF 然后旁边有COUNT COUNT这个地方我刚刚有提过 如果我想要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几个是数字 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那总不可能说一个两个三个 这个不是四个 那这样你永远算不完 而且如果资料量大的话 哇那天哪你怎么算好一点 第二个是如果我想知道说 这里面有多少个是有资料的 也就是不管他是放什么资料 放数字也好 放文字也好 我都要算有资料 第三个问题是 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是空白的 空白一个 两个 你这样不可能慢慢看 第三个是如果是数字的话 大于三十有几个 那怎么做 第一个哦 一样 有几个数字 请你第一个插入函数 找到什么 统计 特别是四个答案刚好在哪里 刚好在COUNT开头的 这个是第一个答案 COUNT 关键字来了 有没有 计算范围中包含什么 数字 OK关键字哦 第二个是COUNT A 是什么呢 关键字 范围中 非空白的 OK 那BLANK呢 空白 一幅 就跟那个SUM很像 不过刚刚SUM是加总 COUNT是算几个 OK 所以特别至于 SUM是加总 COUNT是加几个 这两个概念跟 枢纽分析表的概念一模一样 枢纽分析表 如果你里面资料是数字 它就自动帮你加总 如果不是数字呢 它就帮你COUNT 算几个 OK 这个概念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这个延伸 你可以把它套用在那个 枢纽分析表的应用上面 好那再来的话 按确定 我们先试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我把范围给它 它告诉我 里面有53个 那这里面的话 有几个是什么 有几个是有资料的 非空白的 COUNT A 然后把它选起来 选错了 选这个范围 OK 打勾59个 所以如果问你说 这里面有几个 不是数字 那就把59减53比较好 有没有 因为这个是数字的 这个是有资料的 那一减就知道非数字的 OK 第三个问题是 如果里面是空的有几个 那当然不要傻傻的去算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用COUNT 所以跟他讲说 这个范围里面是空的 7个 有没有 OK 然后里面是大于30的 那就一样是用什么 COUNT 加F OK 那一样有COUNT 加S 多条件 这个范围 然后呢 条件什么呢 大于30的 OK 你会发现一样也是四串 诶 CRITERIA 一样嘛 所以有没有支援外用支援 应该也支援 有没有支援 OR跟 AND 一样没有支援 OK 所以其实用起来跟那个 3米符还蛮像的 有7个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是数字 而且大于30的 就7个 好 所以后面其实呢 只要有这三个函数的了解 尤其是COUNT 就可以做很多的应用 包含什么 包含什么 待会请各位 开启这个 乐透彩最后这个范例 打开来之后的话 在这里 这个101年的开奖 那乐透彩的规则就是一期 它是开7个号码 号码是从1号到42号 所以你会发现 总共有几期呢 其实你按Ctrl向下 101年开 总共100减1 所以总共开出来有99期 那102年的话呢 开出来几期 Ctrl向下 104期 那我如果假设希望知道什么 101年 其实当然这边是几率啦 不过几率之前 你恐怕要先算什么 1号 出现的次数 除以 它全部 的号码数量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们怎么算几率呢 很简单嘛 这个1号 41号的有几个 除以全部的号码 所以这边的话应该用什么 用康义符 1号 有没有 数量出来 除以 抗执 看了什么呢 抗执101年里面所有的号码 那几率就算完了 OK 然后102年也是一样 把两年加强 帮我做排名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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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